那上个礼拜大概几个重点,我们来把它稍微再复习一下 你可能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在桌面上面新增一个叫102的一个APP 那当然以后的话不见得一定要放在桌面上面 不过放在桌面上面是比较好找 OK,也就是以后的话,反正无论如何你就是名称 这个不见得一定要叫这个102的APP 也许你可以叫其他的,像一个变化题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礼拜,做一个杜甫等等的 那你可以就是礼拜APP 但是我建议资料夹名称,如果你要取名尽量不要用中文的 因为我之前好像有遇过就是说你在跑的时候没有问题 可是之后把它丢到那个网站上面的话 他发现就是会有那个就是转换失败的问题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存档 比如说我们一定就是先在这边桌面上 先新增一个APP OK,然后把它新增 然后放到这边来 OK,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在里面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index.html 而且那个index.html这个名称 请记得也不要打错任何一个字 因为如果你打错字的话 也是会出错 OK,所以这边我把它再 换个颜色好了 OK,那之前有同学是什么 index.html 或者是什么index字拼错了还是怎么样 反正呢他一定就是要找这个一模一样的名称 哪怕是拼错字也不行 这个是还蛮麻烦的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用那个dreamweaver6这个软体 因为这个软体它可以帮我们 就是不需要打程式 不然的话呢 如果说你没有用这个软体的话 基本上你变成说 你要很多地方都要自己打程式 那如果你打程式的话 那可能相对的会很多地方容易打错 那你们其实也可以找找看 在网路上呢 也有很多的教学 那教学的部分的话 它都是用直接打程式的方法 那当然相对的难度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其实是利用这个dreamweaver这个软体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呢 你可以切换成传统 那传统里面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有一个叫分割功能 我把这个 它有个分割的功能 分割的话意思是说 你的左边是原始码 就是html程式 那右边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看到画面 那也就是说有些地方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没关系 你至少也可以暂时用右边的那个画面 先冲速一下 另外的话呢 主要是用这个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 把那个画面变成手机的画面 网页变成APP的一个主要幕后的 幕后的推手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往后 如果你假设要学习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的话 你在 就是网路上Google一下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在那个书店里面其实有相关书籍 它可以 这个地方 这个OK 那里面的话呢 至于它里面是什么 你们自己再去稍微看一下 这个 那里面它也有一些教学 然后等等的 也许在W3School里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从这边里面去找找看 在这个东西啦 背后运作的一个 算是它也可以称为一个韩式库 就是利用它 那那个Dreamweaver之所以可以使用它 就是它已经把它内陷在面板里面 不过这个面板要出现的话 一定要是那个传统的状态 如果你不是传统的话 那这个没有出现 你就没办法做出那个页面 那我们上个礼拜遇到最多的问题 就是这个页面 插入的顺序恐怕要特别注意 而且你那个页面不能是 第一个页面之后的话 你不能在页面里面继续插入页面 你要在页面的下方插入页面 那这个页面的话呢 基本上它会有总共分成四个区段 第一个区段就是它的页首 第二个区段就内容 第三个区段就是它的 这个所谓的页尾 OK有没有 所以你在新增页面的时候 它会问你说 要不要页首要不要页尾 中间的话就内容 OK 那理论上的话 页首页尾这个东西 我们也许刚开始可以全部加 然后之后的话呢 如果要 再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问题呢就是你在做超连结 喜欢点下去怎么它那个 紧page 1 奇怪怎么跳不过去 那如果你跳不过去表示 你那个页面是做错的 那你页面做错的话 要不就砍掉重链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自己会改 那会改的话 恐怕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你要 你要找到头跟尾 也就是头跟尾的结构呢 如果你把它改正确 改得回来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需要重做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 还是大部分干脆你重新再来 比较快一点 OK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如呢 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 另外的话导览列 内BAR部分也是一样 内BAR基本上 我们是先做一个项目清单 然后把项目清单 做超连结之后 外面再包一个DIV 那DIV的话呢 它Data Law等于内BAR 那底下有一个头有个尾 里面包这样子 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其实看起来没有很复杂 但是只要出现一个错误的话 那就会出现状况 那上个礼拜呢 最多出现的问题还有几个 比如说可能这中间 好像有同学是出现什么 出现很大一块的那个什么呢 空白 这别主要 如果你出现空白 表示说你程式里面 可能有两个东西吧 也许叫BR BR是换行 或者另外一个叫P P就换断 你就把这两个东西删掉就好了 如果你里面有那个BR 换行 或P 这两个把它删掉 理论上呢 中间的空白呢 也就会消失 这上礼拜 蛮多同学问到的问题 如果你这些问题都不出现的话 那你要做一个APP我想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还有清单部分 清单部分的话呢 就是ListView ListView的话呢 其实做出来的话 大概就是这里 ListView的话比较特殊 它是在项目清单里面 直接加一个Data Law 等于ListView就好了 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 最后那个清单长的样子呢 它就是我这边不知道怎么截图 就是长得像项目清单 我这边没截图 好那项目清单的话呢 另外你也可以用inset 可以让它变圆角 我想做圆角也非常的简单 那今天的话也许 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做一个变化题吧 那个变化题呢 你可以找什么呢 假设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改一下 也许我今天呢 用一样的方法 所以上个礼拜的那个102App 你就把它当个什么 当一个范本好了 那我们就是 再把那个范本稍微改一下 可是呢 在你做变化之前 也许我们还是需要 做一个什么 找一个题目啦 也就是你期末 作业的App部分 你会需要 找一个人 一个文学家吧 古代现代都OK 然后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李白 然后他最简单就是 李白的维基百科全书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李白 变成一个App 所以李白App 但特别注意 你将来在建那个网站的时候 名称 不要用中文的 不过不用中文的话 你可能要用什么 李白 是不是自己再批一下 李白 然后里面的话呢 那也许可以想想看 他有很多层嘛 比如说目录里面 有生平 有作品 风格等等的 哇 怎么有这么多啦 哇 还有什么呢 家族 还有父母 还有老婆 他还有几个老婆呢 还有两任老婆 这边有显示出来 另外的话还有情人 什么意思啊 情人 所以他还有情人 情人是什么时候呢 是妻之后吗 还是同时 他如果同时的话呢 那应该就不能叫情人了 可能要改成什么 宰相吗 宰相 宰相 如果是妻之后的话 是不是说你可以 假设Netbar 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把这个东西放在Netbar里面的话 那其实Netbar有个缺点 就是他最多 顶多就是一二三四个 大概就顶多放四个 然后呢 清单的话呢 也许可以放比较多 也许你可以什么 主要的放在Netbar 次要的话呢 你可以放在那个清单 那清单里面还可以有清单 OK 所以这个假设了 我今天要把维基百科里把一部分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那个APP里面的东西的话 这要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能不能做 可以啊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是 这个可以当成什么 它的页首 然后里面内容就放这些 你可以直接把它拿来参考 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要 做一个类似像李白的这样的一个APP的话 那怎么做 我们用 李白的维基百科来做做看 在桌面上面 不要用 不要用中文的 所以李白你就 不要叫李白APP 你就叫李APP好了 我们不一定要叫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而且我新增一个APP 然后新增一个资料夹 叫李的APP OK 第一步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步的话就是开启你的JuneWeaver 把它改成传统的 接下来的话做什么呢 就是一先把那个资料夹建好之后 接下来记得 新增网站 还记得吧 OK 那把 那个网站的名称 那个网站名称叫李 我叫李APP好了 李APP 怪怪的 或者你叫 这个网站名称可以用中文的 我不一定要 只是我偷懒 OK 然后桌面上面的哪一个呢 李APP这个 记得要选取 那里面的话一定会出现说 在我们Distab里面会有一个资料夹 对应到的这个网站名称 这个名称用中文没关系 但是这个不能用中文的 OK 按储存 储存完之后要做什么呢 新增一个档案 你们还记得吧 档案的这个地方用HTML 这边一定要改 如果你没改的话 那会出错 OK 或者你将来上传到那个 那个Adobe的那个 什么什么Phone Gap上面会出错 这个地方一定要改正确 蛮多细节的 那建立之后的话 然后一样我们把它分割 分割之后的话把它存档 存档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就记得也是不能打错字 一定要放在这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一定是存在哪里呢 存在目前的资料夹 里面名称叫做index 所以你就直接把这边改一下 后面HTML不要动 叫做index.html 按储存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建立网站 并且建立一个框的index 那里面目前没有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要做什么了 就是要安排他的里面东西 所以我们建好了这个 那接下来也把它做分割了 因为把它分割成两边 这样看比较清楚 一个是里面的程式 一个是将来显示在画面上面的样子 然后基本上呢我们程式一律都是放在这个body跟body body不明示意嘛 就是这个网页的身体里面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没有关系 这边enter一下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那我要做什么呢 在这边插入页面 所以页面 这边有一个 JQ mobile 这边有一个插入页面 那可是插入页面之前 你可能要想想看 我们要做一些规划 因为这个规划 主要就是跟我们 我们之前的是一二三比较简单 但问题你可以看到 李白的这个页面的话 他第一个 首页嘛 一定会把它放这张图 当然 不过你可以再找其他 没关系 李白可以搜寻一下看看 有没有李白的那个 其他的照片 有没有比较现代的 你可以Google一下 这边有图片 这边李白 你看这么多张 你可以搜寻一下 图片 甚至这边有什么 还有这个什么 李白跟杜虎吧 这什么东西啊 这 有 一堆啊 这边一堆的 那你都可以拿这个 甚至呢 还有新的造型 这什么 王者荣耀 李白会很太 太心潮了吧 这个是比较Q版的 OK 这个也比较可爱一点 OK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那一张 你可以用别张 李黑 李黑 什么东西啊 这个 OK 这 太搞笑了 好 那这些都可以拿来 另外的话 我刚刚Play商店里面看一下 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那个App是李白的 所以 如果你做好放上去 你就第一个了 以后人家找李白 一定会找到你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 建立页面 那页面部分 你要 你就要 去思考了 因为 这边的 这个项目太多了 它有 一 这个是Page 1 好了 目录嘛 对不对 目录是Home好了 那里面有 一 一之一 一之二 有没有 所以Page 1嘛 你一之一 一之二 如果还有下一间 你可以一之一 一之二 等等的 那很多层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 将来我们的规划是这样 就是说 这边假设我 全部都要 那我可以 这边是Page 1 一直到Page的 外部连接不用 研究 这个也不用 注释 这个也不用 大概就是 到8就差不多了 或者甚至到7就可以了 因为文献好像一般 如果通俗的一般 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 KH到7 就停下 那七之一 七之二 一时类推 那我就 第一个 一样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先插入一个页面 页面的话呢 它会先跳这个 里面会用到 JQ Mobile 直接 第一页的话就Home 有没有 也是主页就目录 OK 页手页尾都要 我们到时候 不要就把它删掉 第一步完成了 但是记得 你要插入 第二个页面的时候 请你记得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游标请你移到 这个的底下 这个是整个页面的结构 那页面的结构 它外面这个地方 DIV DIV的 Data Raw是Page ID就这个 OK 它尾巴在这里 那这边的话呢 是Data Raw是Header 所以头在这里 这个是头 这个是身体 这个是它的页尾 所以它的结构 所以它的结构一定是头尾 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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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把它分开的话 你要找到它的头 跟它的尾 OK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结构吧 以后 反正它一定会有个结构性的 头尾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OK 那再来的话呢 再来我们要哪一个呢 再来就是 Page 1的话 也许我们就是生平好了 然后Page 1 不过1.1.1.2.1.3.1.4 这个可以后面再做 没关系 我们可以Page 1好了 那Page 1除了说 你可以再按一下这边 可以Page 1之外 按确定之外 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我自己的习惯 是我干脆直接拿这个 复制一下 复制它 贴到下面 可不可以 也可以哦 那只要改个地方 就是这边怎么样 把它改成Page 1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啊 你不一定要插入那个页面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你就把它点这边一下 Page 1出来了 这边可以选 Page 1 OK 那Page 2的话呢 一样啊 所以就把这边 Ctrl C 这边再贴 这个就Page 2 Page 3 4 5 6 7 OK这样 反正看你要几页 你就贴几个 贴完之后的话 再来改 这个是1吗 这个是2 再来是3 好 一时内推 所以底下的部分都一样 4 记得不要打错字 理论上应该就会很顺利了 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做 7 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里面的对应 比如说我Page 1 点这边一下 Page 1在哪 Page 1在这里 那我可以把它先改一下 比如说我怕做错了 我可以把生平 可以先拿过来 丢到这边 但是贴上它会贴格式 所以我建议你怎么样 可以看一下这边 你可以按Ctrl Shift 加V 本来是Ctrl V 改成Ctrl Shift加V 然后他就会问你说 你要是不是全部都要 我不要 我只要文字 所以你可以Ctrl Shift加V 文字就好了 生平就过来了 依此类推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作品 Ctrl C 贴的话就是 Ctrl Shift加V 然后只有文字 分别把这些呢 一个一个 一个萝卜 一个坑的 把它贴过来 Ctrl Shift加V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第一件事 就是那个基本的架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先产生一个网站 一起叫李 李白 我就李 L11 App 放桌面上 然后新增网站 并且加一个新的网页 index.html 然后在里面呢 产生总共有 我们大概不要做太多了 不然 干脆我们也不要做到7 7太多了 干脆我们就是 干脆1 2 3 4好了 做个装配局4还是装配局3 大概做个到配局4就好了 多一个配局好了 OK 其他 但如果你想多做 没关系 你可以多延伸 好